都是地府惹的货 不讲牛大宝 冠名黑狼 第292章 行为艺术 范畴惊讶的问 哎 阴尺 你说这里是巨阴尺 哎不 不是巨阴尺 就是阴尺 锅瘸子突然又变得迷迷糊糊的 含糊不清的坐下来继续喝酒 范畴迷糊的已挠头 看了看子龙 发现他也是一脸疑惑 不由一皱眉 问郭爵子 哎 我说 郭大厂规的 郭道长 郭先生 那个巨阴尺 我好歹还知道怎么回事 就像我现在住那个地方嘛 以前就处在巨阴尺的位置 能够聚集四面八方的阴气 可这个阴尺和巨阴尺 有什么区别呢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此乃玄机 说不得 你小子要是好好干的 以后没准有机会就知道了 老道啊 今儿个你哪儿也别去了啊 郭爵子 跟我在家吧 今儿个晚上咱们俩那个 郭爵子 说着 不是真喝多了 还是装糊涂 居然拎着酒瓶子 就溜得到桌子底下了 这范畴忙上前 想把他起 拉起来的功夫 就听这位爷已经打起呼噜了 范畴是哭笑不得呀 一头雾水 什么都没弄明白 这家伙就不省人事了 无奈 只能和子龙呢 一起把他搭到了床上 费了半天力气把酒瓶子从他手里抠出来 边对子龙道长笑边说着 哎 看看老郭对你多一见钟情 今儿晚上 估计你只能乖乖跟他在家了 你们两个晚上那啥们的时候 嘿嘿嘿 就各方面啊 子龙道长脸一沉 胡说八道 你看你 缓和一下气氛 那么认真干嘛呢 他站起身 这才对上官道 哎 看来啊 今儿晚上只能咱俩行动了啊 那地方到底是哪啊 你先告诉我 我心里有个数 和兴路 就在这附近 不超过三条街 今晚七点 街口不见不散 怎么样 和兴路 好 今儿晚上七点 不见不散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先回去 还得弄个报告 糊涂糊涂上面的老头子 哎 这碗饭真不好吃 说着上官走到了桌子前 把照片收了起来 又侧头看了看 桌子上的眼瞼地气情图 和那几块肉 轻叹了口气 转身往外就走 哎 哎 那个 你今儿晚上打算带多少人呢 饭愁去他后边 忽然喊着他问 带人 我带人干嘛 送死啊 你不带人呢 岂不是就咱俩去送死了 废话 打过又不是抓嫌犯 人都有什么用 何必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在那个时候 十把冲锋枪 也不如一把顺手的剑好用着 可惜 这次我的剑没能带了 哎 我有啊 你看 千年古物 盗墓出品 消铁如泥 神鬼接位 外头去活摊上讨的吧 外相都是挺适合的 不过要是超过二百块钱 你就可以回去揍他了 说完呢 这上官转头自顾就走了 愣下了范畴 翻来覆去 看着手里的匕首 难道 这真的是那个坑铁货吗 不应该啊 子龙道长也过来瞄了一眼一摇头 你这玩意儿 啥鸡估计都弄不死吧 哎 怎么说啊 这压根就没开刃呢 子龙道长一指着刃口 同情了目光 看着范畴 你就回去准备完成的行动吧 哎 那你干嘛呀 难道真的在这等天黑 跟哭过瘸子你俩 嘿嘿嘿啊 子龙道长 嘿嘿一笑 没理范畴调侃 转身来到电脑前 摆着手 我逗会地处 其他等着老瘸子醒了再说啊 范畴有点郁闷的出了屋 催上了车 有些茫然 现在时间还早 去哪呢 心里边正胡思乱想往前走 无意间一抬头啊 就看到旁边那个修车铺了 忽然的心里一动 要不把这破车收拾收拾吧 这么一想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修车铺门口 一个戴着压石帽的大哥 把头压得很低 正在那捣鼓着一个电动机 一样的东西呢 哎老板 范畴一开口叫声老板 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那大哥呢 依旧忙活着手里的活 只略微一抬头 看了一眼范畴的车说着 买废车的话 一块一块五两斤 要是还能跑呢 等车再加五十 哎 我不卖车 我是来做保养的 大哥一听来保养一愣 这才放下来手里的活 把帽子一抬 仰头看了范畴笑着 哎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俩人目光一对 随即同时惊讶 卧槽 怎么是你啊 说完俩人同时警惕的一看四周 那大哥压低了声音 你咋找字来了 难道你一直跟踪我呀 大哥 我跟踪你干什么 我地儿在这儿 范畴一伸手指了指 对面的御灵堂 那大哥扭头 看了看御灵堂的小破门鸟 才恍然道 哦 原来你也死字的 这修车部老板 原来正是那 植物园大战恶鬼 那位骑着自行车的工人大哥 范畴是万万没想到 仅仅间隔着一条街的距离 居然一直没注意 而且奇了怪的是 自己好歹也来了几次 开业的时候也露了脸 按理说 这大哥应该能看得过自己 哎 真是太巧了 你在这修车多久了 我带字啊 死多年了吧 想不到这么巧啊 你们前几天开业死了 我还嫌草去关门休息了 要不早就看见你了 果然很巧啊 我真没想到 你们几个原来都住在这啊 大哥脸上露出了一丝不自然的神色 却仍然憨糊的一笑转移着话题 你这车想咋保养啊 你给我照着 那个新车那么整 只要能点火好使 油门好使 刹车好使 大灯好使 喇叭好使 其他地方都无所谓 大哥一听 瞎巴都快砸脚面上了 无语的惊讶到 你这车还有其他地方吗 我怎么听得你这车哪哪不好使 范畴无耻的黑黑一笑 保养嘛 自然要养个全套的 全身的 好比去洗澡 你不得来个全套的大宝剑什么的吗 大哥没多说什么 轻笑的一摇头 就看了一眼范畴这车一皱眉 我跟你心里说好了啊 你这车90%的件都该换了 你要是光保养 这活还真挺难 啊 90%的件都该换了 大哥 你就告诉我哪不用换吧 那大哥指的 只是车前边绑着的手电筒 就这玩意不用换 大哥你果然也慧眼如电啊 这手电筒刚绑着你俩院 那大哥一想说着 啊这样吧 看在都是同道的份儿 我尽量给你修 能不换就不换 手工费我就给你免了 如有花钱的 你给我个成本 怎么样 哎大哥 这不好吧 你这也是做生意 再说手一会儿也不容易 哪能让你白给我修车呢 你要是想谢我呢 到时候请我吃顿饭就行 啊那行 一定没问题 到时候叫上那老哥几个 咱们一起 饭愁话中啊 就把那几个人也烧带着 大哥却一皱眉一摇头 那算了 说那么早 干啥 修完车再说吧 你把车扔这儿吧 我一会儿就给你搜搜搜搜 顺利的话 明天就可以了 好 那就这么定了 还对了 还不知道大哥你怎么称呼 啊 我叫关羽 关羽 不是吧 你是关二哥 哎 我这关羽是宇宙的羽 不是关云藏那个羽 啊不是 就不是关羽那个羽 不过让你蒙对了 我在家里针行二 大家都叫我关二哥 还真是关二哥 范畴无语的一摇头 挤出了一丝笑 真是有意思 关二哥 那我先走了 二哥 明日见啊 关羽顺手把手电筒啊 从车前解了下来 递给了范畴 你的创意不错啊 不过我打算免费 给你换个大灯 你这晚上太影响 我们修车的尊严了 范畴脸儿不红 心不跳 接过了手电筒一笑 哎 二哥 你这就说错了 用现在话来讲 咱这也算 行为艺术 俩人呵呵一笑 范畴告辞离去 拿着手电筒 溜溜答答的走出了桃花巷 他心中暗想啊 既然晚上没帮忙了 那就把吕布他们都叫上 留两个看家的就行吧 但愿 今天晚上那个国产版的死神 不要太牛逼才好 第293章 亚马路 入夜时分 范畴空着手 湿湿然的走在冷清的大街上 不时的微微转头 扫视周围的一切 走到一个街口 他停住了脚步 左右微一打亮 静止向路旁一辆小车走去 车窗半开 阴影中一个声音冷冷道 你来晚了 范畴手搭车门点头的 哎 迟到半个小时 不好意思 有什么情况吗 你的车呢 送4S店 保养去了 车里边声音沉默了 半响 那声音悠悠吐出两个字 逗递 车门随即打开 上官板着个脸走了下来 往后边看了一眼道 你倒也不傻 知道带帮手 范畴头也不回了一笑 我可是很怕死的 不像你又有枪又有车 下边又有口子的 上官无语的纠正 是小弟 不是口子 差不多差不多 反正就是你手下 你想哪去了你 我想揍你了 别废话 跟我一起往前走 地点我已经确定好了 就在这附近 从现在开始 我们假冒情侣 在这逛街压马路 一圈一圈的压 我就不信 等不到那个个魔 范畴一吐舌头 我说三姐 现在不到晚上8点 你之前跟人说了 那案子都是深夜发生的 难不成你让我陪你 逛到后半夜 就这么一条街 反复的压呀 那你想怎么样 鬼都不知道 那东西什么时候会出现 万一错过了怎么办 这方法虽然笨 却最有效 那可是现在街上 还有不少人呢 那恶魔能出来吗 还有啊 他就算出来了 要是对别人下手的 怎么办呢 这个街这么长 咱俩肯定压不过来呀 也无法救援吧 这你就甭操心了 这已经让人通知 各家店铺 提前打烊 家家关门庇护的 而且过一会儿 这里的路灯 就会集体熄灭 到时候 你觉得好会有人逛街吗 等街上就剩咱们俩了 正好你这体格和模样 看着就阴气很重 那恶魔自然只能对你下手 然后我就可以趁机 除掉那个恶鬼了 范畴抹了一把汗 哎 这个剧本不对啊 你个白天你说 你做幼儿 我去除恶鬼的吧 这都晚了 晚上怎么变成我是幼儿了 上官斜斜的一笑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走吧孩子 范畴翻了翻眼睛 舍不得媳妇逮不住流氓 走吧媳妇 上官上前立刻就重冲挨了一脚 谁是你媳妇 范畴也来脾气了 不是你说的干冒充情侣吗 你要这样的话 我可不跟你玩了啊 当幼儿还这个待遇 找谁找谁去 不同我不伺候你了 你自己去掏那个狼吗你 你别走啊 开玩笑你不懂吗 这么小心眼 上官赶忙拦住了范畴 换了一副笑脸 这两句话动静有点大了啊 街上几个行人都不由侧目看了过来 范畴看着上官惺惺的 我告诉你啊 不是你犯人啊 也不是你那些 什么上司 跟外面同事什么的 你想踢一脚就踢一脚啊 你当踢自己的孩子呢 这么顺脚 上官声音也低了 那你说怎么办 反正你不能走 今天很关键 你总不想看着声音涂炭吗 你 声音涂炭干我屁事 你踢我一脚声 你就不涂炭了啊 想我留下帮你也行 我得踢回来 上官警方少见的脸一红 你 他瞪着瞪眼睛 见范畴毫不退缩的盯着他 眼珠一转 喜笑颜开 盈盈的转过着身 把屁股撅了起来 回头冲着范畴的 你踢啊 踢吧 范畴一愣 他只是跟上官赌气 没想到这次上官居然这么主动 还很配合的上前 上师前卿 威威翘起了屁股 范畴就尴尬了 他仿佛第一次注意到上官 原来还是个火辣身材的美女呢 看那个撩人的姿势 那个屁 屁啊 不是 那个 臀部还挺翘 任何人都不会忍心下脚的 不过倒是会有下手的念头 这个上官想不到居然还有这么风情的一面 不过想来也能混到他这个职位 总是有些手段 倒也是不奇怪 但是这一脚肯定是不能踢 范畴又不是混蛋 再说他也知道 上官就拿准了 他也不能踢 所以才故意这么做的 不过你想想让一个小牛拿住了七寸 他又不甘心 想了想 不动声色的走了过去 冲着上官露出了一个很纯洁的笑容 伸出了手 适度的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把 然后立刻装出一副很惊讶的表情 哎 快看 死神来了 没想到 上官 上官真的没想到范畴敢拍他的屁股 正要发飙呢 突然见他惊恐的表情 忙转过头叫着 在哪 在哪 却见前边街道上只有寥寥几个人在闲逛 夜色中虽然看不清面孔 但肯定都是人类无疑 你 你敢糊弄我 上官回头要找着范畴算账 发现他跑出了几米开外 嘻嘻笑着看着自己 不由瞪着一眼 居然妩媚的一笑冲着一招手 你过来啊 干什么 我才不过去 范畴一使劲 见他这么笑就知道过去准备好事 上官见了 不动自己主动走了过去 在范畴惊讶的目光中 很自然的挽着他的胳膊 拖着他就往前走 没错 是拖着 范畴挣扎道 哎 哎 你要干什么 我跟你说你可老实的啊 我这个我待了包手的啊 上官挽着他胳膊 不经意间在他胳膊肘内侧 狠狠就掐了一小把 脸上挂着很乖 很无害的笑容 恶狠狠的低声道 你给我老实点 再过一会儿这里灯就全灭了 那个恶魔随时都可能出现 老娘没空给你多嘴玩 装他像一点 别愁眉苦脸的 老娘现在是你的女朋友 我们带幸福的亚马路呢 懂不懂 范畴刺压咧嘴一顿苦笑 只觉胳膊内侧活啦啦的疼 却还得挤出一丝笑容 装出一副幸福甜蜜的样子 那个表情是要多纠结 有多纠结 心里边是要多操蛋 有多操蛋 被上官拖着跟上刑场 直的往街道的深处走去 在他们的身后 大约50米左右 几个黑影飘在了街上 身旁偶尔有人走过 却没有人能看得见他们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者的货 第292 293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的收听 咱们休息片刻 稍后继续播讲